當一個假共和黨假保守派被揭穿了 其實他跟左派站在一起 其實他的方向一直都跟左派一樣的人 輸了選舉他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呢 回家繼續當他的貴族 回家經營他爸的生意 若是你的話你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Wyoming的眾議員Liz Cheney決定是 他在考慮要選總統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 2024共和黨會推出誰來選總統呢 就連前副總統Mike Pence都開始出來參一角了 但是他的方向是對的嗎 他反過來指責共和黨的民眾 不可以再指責民主黨的黨衛軍FBI了 跟我們說你們要解散FBI 就跟他們說要刪除警察經費一樣 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嗎 還是這個誠實的老好人 又在自己騙自己 然後自己挖坑給自己跳了呢 之前的新聞提到 IRS要增加8萬7千個持槍的 24小時戒備的超級收稅武裝探員 上個星期他們的這個訓練影片出來了 讓我們來了解IRS的厲害 我們這些人要小心了 未來什麼在Essie上面賣肥皂的媽媽啊 然後在PayPal上面付款啊 或者是你家的Yard Sale收了多少現金 他們全部都會持槍來幫你解決所有的煩惱 這個影片告訴我們我們的暴君是長什麼樣子的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個星期最大的新聞就是我之前很想搬去的州 Wyoming的初選 當地的共和黨選民給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 他們不想要前副總統 Dick Cheney的女兒 Liz Cheney 繼續代表他們在國會當眾議員 沒有任何的選舉舞弊 投票結果是66.3對上28.9 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民主選擇 沒有什麼很奇怪的什麼水管突然爆裂發生 沒有兩個星期之前突然改選舉法 沒有什麼計票計了一個月才有結果 很明顯就是Cheney的對手大贏 Liz Cheney徹底的輸了 而且失去了當地民眾的支持 或者是根據主流媒體的報導 這個選舉的結果是對於民主極大的威脅 跟美國民主徹底崩潰 A close watch on Wyoming and what happens there tonight could add to a trend and that is election deniers winning primaries around the nation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our democracy and the risk of more chaos like what we saw on January 6 天吶 當我們選擇了那些 no ni no colu 不認同的人的話 代表什麼呢 我們的民主該怎麼辦 太可怕了吧 我們的民主應該只有一個方向 只有一個選擇才叫做民主 根據好萊塢左派的大名人Rob Reiner說 Liz Cheney的選舉徹底失敗清楚地證明了一件事 共和黨拋棄了美國民主制度 把忠誠給了神經病的罪犯 還有根據MSNBC的Morning Joe The legislative achievements you look at how we have come together as a country around Ukraine you look at the f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once again leading the way in protecting democracy in Europe by these metrics the United States is functioning better than they have in quite some time but there is I'll say it a lump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which is yes it's the dominant force in Republican primaries but it's about 38 39% of the electorate that want to replace the US government that want to throw away American democracy 就是那38%的那些人 實際上是66%的人提開了Cheney 那些人才是民主的威脅 聽好了 只要反對我的人就是民主的威脅 只有我認同 我認可才是民主 我就是民主 誰要是反對我 誰就是反對民主 誰就是民主的敵人 有聽出來這個說法有什麼問題 是人民不該有選擇權 如果共和黨不支持那些假冒偽善的人 那些自由派認同的人 就是在威脅民主 你發現了嗎 當左派在使用民主這兩個字的時候 其實跟民主一點關係都沒有 民主是自由派的議程 進步派的黨綱 左派的政策 當人民靠著自己的力量 來選擇出一個保守派人的時候 就是在攻擊民主 當左派的政治人物沒有透過選舉 就可以執行一堆左派的議程的時候 就代表民主 民主這個詞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而且是來攻擊政敵的詞彙 民主變成了是否服從左派的定義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對於民主的攻擊會越來越多 而且不會是從我們這些保守派來的 而是從這些左派的no need no color來的 事實上就是民主說話了 Liz Cheney 輸了 人民說話了 人民說這些假共和黨 這些左派的打手趕快滾吧 就是在這個樣子的情況下 這位女士 我沒有在開玩笑 把自己高舉的跟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林肯相比 他說他跟林肯一樣 這位秘書最偉大的本國 當時是目前為止的 民主黨和民主黨 雖然在選舉中 從他起立的選舉中 最重要的選舉中 雖然在英國最重要的選舉中 林肯定下競爭了 他救了我們 建立的 核建議 我們要求成為美國 讓每個年紀念 說在Gettysburg of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Lincolns said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is earth 没错 他认为他跟林肯一样 一样伟大 一样刚强 一样的为正义而战 而且这个不是笑话 他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他真的觉得他是在为了人民而牺牲 美国不能没有他 有了他才能有民主 以下是他上MSNBC说 他真的认真在考虑竞选总统 我会想起来 我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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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很不合理 对不对 当你在一个深红的州 OK 国会议员选输了 你自己的政党都不支持你 你没有任何的民意情况下 下一步就是竞选总统 他真的以为民主党的人会支持他 会投票给他吗 然后他还不知道 左派是不会分享权力的 左派只有可以利用 跟不可以利用的人而已 民主党也不喜欢他 也不会有人投票给他 有人可以自恋成这个样子吗 如果他想选总统 I'll say do it 他以为会有很多人投给他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川普 就连他自己也说了 他说他政治生涯里面 能做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避免川普再度当美国总统 因为川普会毁了美国的民主 我不知道政治人物 从政的目的都是什么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从政的目的 只是为了要攻击另外一个人的话 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 好讲到这个想当总统的人 我们就来提另外一个 也很有可能是总统的候选人 Mike Pence 我们的前副总统 现在好像也开始 为2024竞选开始到处跑了 他的策略是 他要彻底的跟川普做切割 然后说保守派的人 不要再闹了好吗 不要再攻击我们 伟大的正直的 世界唯一的希望 美国司法的巅峰FBI了好吗 Earlier today and elsewhere I also want to remind my fellow Republicans we can hold the attorney general accountable for the decision that he made without attacking rank and file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at the F.B.I.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the party of law and order Our party stands with the men and women who serve on the thin blue line at the federal and state and local level and these attacks on the F.B.I. must stop calls to define the F.B.I. are just as wrong as calls to defund the police the truth the matter is we need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what happened we need to let the facts play out 我个人我不讨厌Mike Pence 我觉得他人很好而且很有条理 虽然我不认同他认证2020选举结果 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不是邪恶的人 但是他这里说的内容是完全错误的 他刚刚那一段话是完全不符合事实 也完全不符合目前的政治情况的 我们过去的五到六年甚至七年 F.B.I.除了帮助民主党跟左派的议程以外 没有做任何事 他们就是民主党的党卫军 当一个国家的联邦机构 变成了一个党的党卫军的时候 那那个机构就必须要被解散 就必须要连根拔起 不然就是要彻底的砍掉重链 F.B.I.是美国司法部的DOJ的一部分 过去这七年监视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监视川普的竞选 说如果家长不愿意学校教导批判性种族理论 就全部都是国内恐怖分子 F.B.I.把美国历史的旗帜 跟代表自由的标志 甚至把美国的第一面国旗 都说成是恐怖组织的标志 F.B.I.跟民主党一起做了Molar Report 全部造假为了要弹劾川普 F.B.I.为了要打倒民主党最大的政敌 出了搜捕令抄了前总统的家 F.B.I.才是真正不在乎民主 而且自认为自己就是法律 自己的权限超过宪法 一个狂妄自大的组织 这个样子的组织就是应该要被解散 而且Mike Pence在这边说话的方式 简直就跟民主党说话的方式一样 他说如果你们攻击这些F.B.I.跟 DOJ的这些高层主管的话 就跟你们在攻击那些执勤的执法人员一样 其实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们很支持那些在执勤的执法人员 他们如果是在保护我们的边境 保护我们的安全 捉捕那些贩毒的 还有那些什么拍儿童色情片那些变态 我们绝对100%的支持 但说到他的这个说法 他这个比喻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到像跟小布希当总统的时候一样 当时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如果你不支持伊拉克的战争 如果你觉得小布希当时做的是错误的决定 Dick Cheney 是为了要喂饱那些武器商人才发动伊拉克战争的 而且攻打伊拉克会造成中东局势更不稳定 你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话 你就是在攻击美国的军人 你就是在捅那些为国家牺牲的美国大兵 这种嫁祸的方式就是那些没有什么用 然后又掌权的领导者才会做出来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说的是现在的F.B.I. 一个真的只针对民主党的政敌的组织 一个民主党的罪犯 希拉里洗硬碟没事 Hunter Biden贩毒嫖妓又贪污没事 然后川普却被抄家 而且他们没有给任何实质的证据 为什么他们要抄川普的家 Mike Pence在说攻击FBI好坏坏 是一个状况外彻底不了解现在的情况的一个行为 或许这只是一个诚实的错误 因为他看起来还有他做事的方式 其实都还算是一个蛮正直的一个人 我也没有说用这一件事来批判他的人格或者是人品 但是看起来他好像是真的想要当总统 我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的政治知识 跟情况的这个缺乏资讯缺乏 还有他为什么这么不了解事实 总之他刚刚说那些很难看 如果他想要当总统的话 如果他想要得到美国人保守派基督徒 共和党的支持的话 刚刚那一段话是他绝对不应该说的话 说到政府机构 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政府机构 他们不是执法人员 他们应该算是一群用着计算机 然后天天用电脑查账的一群人 透过根据拜登政府的这个 在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要执行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要增加87000个持枪的 不是执法OK 持枪收税的部门 IRS 上个星期流出来他们训练的影片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未来面对的会是什么样的秘密警察党卫军 你看就是这一群看起来像 就是大妈穿着Tactical Vest 然后走来走去 然后这个地方 OK OK 有个人穿着坐着轮椅 然后他也是一个持枪的探员 OK Look at this guy Look at this guy 他看起来好像他准备好了 你看 雙下巴 后面的更是 底下有三层的 我觉得那个 第二个比较 他的那个 髮型都 都准备好了 OK 像掏枪 然后他们要去进去 摄影机先进去 所以才可以拍他们 进入的时候的英勇事迹 这个样子 OK 他拿枪指到他队友了 那个女的拿枪指了他 他们到底在干嘛 OK OK 他 好像就是已经确定了说 他们只要进去的话 他们就 被抓那些人就一定会反抗 的一个说法 I'm not saying anything 我什么都没做 我什么都不会说 然后他们拿枪的姿势是错误的 他们拿枪是那种 香港警察那种 拿左轮手枪那种 拿的方法 OK 这个 有四把枪指着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是什么 John Wick吗 还是什么之类的 OK 坏人的枪是红色的 他那边有一把红色的枪 隐形的手铐 隐形的手铐 就跟那个 卡玛拉哈里斯 不是卡玛拉哈里斯 AOC还有 像我Elhan Omar一样的 这个隐形手铐 张绍涵的那个 喔 现在真的上手铐了 现在就变成 张绍涵另外一首歌 有形的手铐 Yeah 这个就是他们的 训练的 过程吧 不知道他们是 Anyway 看到这个 我们应该感觉 稍微 比较 安全一点的 就是看他们 拿枪的方式 还有他们 突袭的 走路的方法 他们好像 比较容易 打到自己人 你看那个人 就是站在他的前面 然后他的队友 就拿枪指着他的背后 如果这些就是 那87000个持枪的 抢税的员工的话 I think I will do fine 但是 值得我们担心的 这个 是另一点 就是这个 是我们国家的 暴君 历史上的暴君 应该都是那些什么 精英啊 然后是很厉害的 至少什么穿着打扮 身形 都是 至少应该要让我们感觉害怕的 才对 我们的暴君 那些可以控制我们的暴君 或者是即将控制我们的暴君 只是这个程度而已 真的是令人有点难过 某层面 对我来说 比那些什么 纳粹 还要更令人失去士气 这个样子的秘密警察 那个样子的党卫君 就可以把我们管得死死的 这样子一般的 平常的 甚至无能的 做轮椅的一群人 会有能力来管辖 这个自由之地 跟勇者之家 就是如果他们看起来都是一群 好像什么海报突击队 然后同时又拿着计算机 然后很聪明 在那边收缩的党卫君 我都会觉得就是 他们真的很厉害 我们真的好像无能为力 这个样子 但是 这个就是目前的情况 打压我们的是一个 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的 老人痴呆总统 威胁我们的是一群 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的神经病 管理我们国家动脉的 是一个休产假三个月 造成全国交通堵塞的同性恋 跟我们收税的是一群 拿着玩具枪 坐着轮椅 可能会因为旁边的吃到饱的餐厅 而分心的胖子 我们却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被威胁 历史里面 在国家崩溃的时候 有两种人 第一个是坏人 他们丧尽天良 中央集权 什么坏事他们都做得出来 他们以为他们是这个世界的神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个就是无能的人 这些人看到这些坏人做坏事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起来阻止他们 反而是帮助他们 呼吁更多的人 什么事都不要做 叫大家全部都变成山羊 说一切交托 凡事祷告就好 这些人贪生怕死 不敢为正义发生 祷告原本是力量的来源 却变成了厌世的借口 这次的选举 我们真的要勇敢的站出来 跟身边的人传福音 介绍这些保守派的候选人 我们有义务要来维持正义 我们有义务要来打败独裁者 很幸运的是 我们还有选票 我们不需要透过暴力革命的方式 来去达到这样的事情 来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赢得的是思想、道德、信仰的战争 我们要做的是基督的精兵 而不是逆来顺手的懦夫 我们的敌人 没有他们想象的这么强大 我们也不是跟他们说的一样软弱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